再看到五號北向七點五公里處 日前發生了一起轎車自撞護欄的事故 但當警員準備擺放三交追警示的時候 有輛轎車煞車不急追撞前方減速的轎車 隨後還往路旁的女警方向衝 所幸女警及時閃避 衝撞沒有造成傷亡 但警方的巡邏車因此受損 初步調查照示駕駛沒有喝酒 警方也依交通事故處理 並向肇事人求償車損相關修理費用 警方也呼籲駕駛人要保持安全距離 並且注意前方的動態 避免危害自身與他人的安全